中国是一个三联遍布的国家 虽然造就了不少壮丽的自然景色 但要搞好交通基建就会很大困难 不过就造就了中国的隧道技术特飞猛进 目前总里程高居世界第一 可以说隧道令中国的交通变得越来越便捷和迅速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超过3万5千座 总长大约3万7千公里 差不多等于接近尺度长度 为南来北往东西穿梭的客货运提供便捷的超级通道网 在秦岭有7座超过10公里的隧道 其中有多条隧道长度在18公里以上 需要15分钟才能够通过隧道 在贵州超过1400座隧道 几乎将贵州全省打穿 其中从贵州通往广州的贵广高铁 857公里的里程当中 有一半以上都在隧道内穿行 从兰州到重庆的兰嶼铁路 全长850公里 以396座桥梁 226座隧道连接起来 中国的隧道样式多种多样 有广山而过 上方构筑顶潭形成明洞 有挂于峭壁 每隔一段开过天窗形成挂壁公路 又有顺着三波盘船 时意隐没形成天梯一样的盘山道 又譬如海拔最高的米拉山隧道 将过去18公里的翻山路程 缩短至5.7公里 利用长隧道 将原本弯弯弯弯的山路拉直 当交通线路要跨越江河湖海的时候 水底隧道有一定的优越性 不受气候影响 不影响航道 隧道占地少 港支澳大桥海底隧道 全长5.6公里 是世界最长的公路沉管隧道 和唯一的深邁沉管隧道 亦都有隧道不是为了车辆通行而设计的 是为了滔滔不绝的江水而建 目前是亚洲最长的引水隧道 所指的是引汉制惠工程 通过触霸速水和配合秦岭引水隧道 能够将陝西南部汉江丰沛的水资源穿越秦岭 调配到缺水的陝北和关中地区 去到2030年 引汉制惠的输配水规模 将会达到每年15亿立方米 相当于100个西湖的水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